OK 宵夜 你的Pegin 哥來了喔 來 這集非常的重要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集 我們不要再抽玩家了 我生氣了 我這集呢 之後的影片要直接跟你們講重點了 如果我的好友剛好有的話 我就直接講 來洗脆千千語 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火箭队那来的吧 好 我收起了 我这个真的压起来了 我不管了啦 对啊 它有个批啊 因为我本来要抽信了 有什么东西啊 等一下有一只虫跑进来 为什么又冲 我们现在重点先讲这个 哎呦 为什么我有那个红虫跑在我身上了 噁心的 我刚刚已经给你们看喜翠的那个什么 什么鬼 就是那一只千针鱼 然后我们一样抽一个玩家好了 好 这就是我一直要给你们看的梅拉斯 然后 因为我们这集讲千针鱼嘛 那我就先千针鱼一下 我已经把他交到爱心了 所以应该那有一个水 一个喜翠杯 所以只能用喜翠的是不是 好有趣喔 好 《Pokemon Code》就这么好玩的游戏 其实我很犹豫耶 因为你用这么废的也打不赢 那用这么强的也 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其实 蛮进退难的 来 还玩的宝格梦 设定那边可以开高针喔 所以我们这集先讲喜翠的那个千针鱼看看 然后 然后我再想一下 然后我觉得Pokemon GO这种对战太久了 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 我再去打一下那个 PVP 对战 其实我每次玩这个游戏 我就觉得他的PVP 我就觉得他的PVP太久了 你知道吗 等一下我先消灭一个虫 我指定了啦 我让那只虫跑掉了 那种虫就是 就是会有 反正就是 害虫啦 为什么会在我身上 然后就就掉下来 然后我就要 我要那个他就跑掉了 冰冻光束 这边你看一下千针鱼的技能 OK 然后这两只很像CP蛮高的吧 那个 那个电影虫 不过我应该没有要抓他 我应该会抓比较稀有的 如果不够稀有的就不抓了 应该以 以看最近有什么东西为数的 好 先这样 OK OK OK